他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和领导的53家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之一 一个在资本市场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引领者 在过去80多年里 他从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用两根金条做资本在香港成立的小商号 成长为囊括粮油 饮品 零售 能源 地产 医药各个领域的大型央熟企业 财富500强排名第80位的华润集团 写下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除了众所周知华润质地板块下的高端驻柴外 还有华润万家超市 医保矿泉水 太平洋咖啡 雪花啤酒 999感冒零等涉猎生活方方面面的明星产品都归属于华润旗下 起源于香港 面向内地 在这片大和浩瀚 天地辽阔的故乡之土 华润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红色华润 有人说 韩国人的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 死亡 税收和三星 如果换到中国来看 我们也可以说 中国人的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 火锅 火锅和华润 早上你可能从华润的房子里醒来 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医保矿泉水解渴 上班的路上顺便去万家超市或欧乐超市 买一袋面包当早饭 然后走进华润写字楼 开始一天的工作 下班后你可能会约朋友去小酌两杯 来一瓶雪花啤酒 当然了 周末你也可以去华润万象城 进行Shoppy一下 顺便为妈妈买一盒冬阿阿胶补补身体 上述所提到的所有品牌 都是来自华润旗下 如果你说 上面的这一切我都可以避免 那么美团和大众点评用过吗 他们的股东之一就是华润 可以说华润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而显为人知的是 华润不仅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商业巨子 他的创力还肩负着 党和国家富裕的政治 外交 外贸等一系列重要使命 1931年的中国 还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上海南京路 一座不起眼的小楼中 一位名叫秦邦里的年轻人 收到了两根金条 被交代 要用这两根金条做资本 以开店为掩护 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 筹集经费 并暗中提供无线电 药品 这些当时被国民党 严密封锁的战略物资 当时的这个年轻人 大概也不会想到 自己接下的这两根金条 不仅为党带来了 当时急需的大批物资 还成为新中国最大外贸企业 华润公司的初始资金 1938年的春天 秦邦里来到香港 化名杨连安 创立了华润的前身 联合航 联合航 一面把海外华侨的 捐款捐物 辗转至根据地 一面为抗日根据地 和解放区 采购药品和无线电器材等 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之后 华润还打通了 海上运输通道 开辟了东北与香港的 海上贸易渠道 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东北的经济发展 在解放战争期间 解放军打到哪里 华润的物资 人民群众小车里的物资 大多是由华润周转提供的 与此同时 华润还为被解放的城市 运取大批的粮食 棉花 煤炭 机器 印钞质等 对战后地区的生产恢复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48年 联合航改组更名为 华润公司 其中华代表中华 润 且字润之 有中华大地 鱼鹿滋润之意 同年秋天 华润组建华夏公司 购买自己的第一艘轮船 东方号 东方号不断航行在 香港大连 香港天津之间 一方面 为刚刚解放的城市 提供恢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另一方面 又把国内出口物资 运到香港 在新中国的成立中 华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为与香港招商局 有密切的业务往来 华润成功策反了 海疗号起义 在第二套人民币 五分纸币上印刷的 就是海疗号的形象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前 也是华润将千余民 民主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 偷偷送回内地 保证了新中国政协会议的 顺利召开 新中国成立后 华润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 构建了穿越东半球的海运线 为百废贷新的祖国 采购运送了大量物资 有利地支持了经济重建和抗美援朝 从1952年开始 华润划归中央贸易部管辖 成为全国出口贸易总代理 架起了新中国与世界贸易沟通的桥梁 代理贸易高峰期达到全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 对中国的外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我们提到 中国与世界外贸往来的平台 一定会想到广交会 而最早提出创办广交会的就是华润 1956年 华润发起筹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成为广交会的序曲 1957年春季 广交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创办至今 广交会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贸易交易场所 根植于香港的华润 自然也为香港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 为了解决香港物资运输的问题 国家决定开出三趟快车 满足香港人民的副食品供应 这三趟快车就是由华润组织销售 可以说是香港的菜篮子工程 香港人民从此吃上了物美价廉的内地食物 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 这三趟快车也未停时 这一开就是50多年 1973年 石油危机席卷全球 香港经济受挫 华润自建油库协助内地将石油运往香港 从而缓解了香港石油危机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香港吹来了许多贸易代理公司 也让华润贸易总代理的地位受到了冲击 他们开始由代理贸易向自营贸易转型 踏上了实业化多元化的转型之路 1984年 华润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超市 经过30多年的收购整合 实现了从传统大卖场 便利店到高端精品超市的全方位覆盖 华润万家也一度成为国内零售霸主 进军零售业后 华润又逐步投资了基础设施 能源 地产 电信等行业 并在1992年 注资上市公司永达利 更名华润创业 成为最早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之一 在内地 华润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收购沈阳雪花啤酒厂 展开了在内地啤酒业的创业之旅 入股徐州电工 拥有了第一个电力项目 投产东莞水泥厂 正式布局内地水泥行业 1994年 华润收购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 成立华润置地 并于1996年在港上市 标志着华润正式进军 内地房地产市场 2000年 华润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 开启了中国地产资本运作模式 新的里程碑 但两家房产大佬的渊源 可绝不仅仅是房地产 早在1990年代 华润与万科就开始接触 华润旗下 如今占据各大超市货架的 以保矿泉水 就是从万科手上购得 万科超市的前身 就是万科的万家超市 1998年时 王石还曾被聘为 华润置地的独立董事 但随着闹得沸沸扬扬的 万科股权之争落下帷幕 华润退出了万科 两房地产大佬的缘分 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进入21世纪 华润通过并购重组 产业培育等 大举进军内地市场 实现快速扩张 华润水泥 华润电力 华润燃气 先后在香港成功上市 之后 华润又重组 华源集团和三九集团 成立了华润医药 截止到2013年 华润医药已经实现 营业额和总资产 双超千亿港元 大健康业务 成为华润新的利润来源之一 2019年 华润又收购老牌药企 江中制药 或将为华润医药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 华润的业务还涉及到 金融 化工 微电子 纺织等领域 并且都取得了 不错的地位和收入 在华润啤酒已经占据了 市场绝大部分份额的情况下 华润又将眼光 瞭准高端啤酒市场 在2018年 收购了喜利啤酒 在中国去的业务 携手喜利 一起勇闯天涯 至此 华润形成了 大消费 大健康 能源服务 科技与金融 城市建设与运营 五大全新运营版图 根据华润集团财报显示 在过去的2018年 华润集团一年营收 达到了6085亿 净利润高达661亿 相比之下 阿里巴巴在2018年营收为 2502.6亿 华润营收近三个阿里巴巴 在维多利亚港临次置笔的大楼间 最为醒目的一栋 便是华润大厦 从81年前 湘江岸边拨下的一颗红色种子 到如今的商业巨拨 华润还将创造更多的辉划 向世界展示一张亮丽的 中国名片 最为醒目的一项